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很特别 在镜头前您看到我为各位观众朋友 邀请到的这位女士 彭汪嘉康女士 其实也应该称彭汪医师 那么她的记录好多好多 首先我要推崇她是 台湾的第一位女性的外科医师 那么后来她转到美国 也是担任美国国卫院的 第一位女性研究员 而且获得了美国方面的 公务员最高等级的奖章 她是第一位女性 也是第一位的外籍人士 同时现在也是我们的中研院的院士 那么彭汪嘉康女士 在癌症的研究 现在有人称呼您是 海湾的癌症医学之母 我真是佩服 是一生的荣耀于一生 所以观众朋友可能听到我这么多介绍以后 她可能会想 那彭汪女士到底多大年龄呢 哎呀 告诉您 她现在天天还在看诊 她是医生嘛 天天还在看诊 而且年高已经88岁余了 真是不容易 欢迎您今天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非常非常的欢迎 非常谢谢 是 我在想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当然医生很难界定 他应该是几岁退休了 您现在还天天看病 对 本来我在想 今年我应该回家 回到美国 因为我家还是在那边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疫情 疫情 COVID-19在流行 所以我现在觉得 大家应该回去 应该留在这边 那当医生的生涯 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今年做完 我想应该退休了 很像在这个气暖发射 还坐在这个位置上 您现在每天帮病人对抗 都是什么样的癌症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是这样 我有两个门诊 现在我留了两个门诊 普通就是看看肿瘤的病人 还有很多他们来 就是我们叫第二次见诊 看看你意思 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另外的话 我们有蛮多研究工作 也有开会 每个礼拜都有开会等等 还有我也参加蛮多 国家级的平衣会等等 所以也够忙的了 真的 那您自己的养生之道呢 就是说您平常运动 还是用什么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养生 实在讲 我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运动 但是我每天在医院东爬西爬 我想走路也够多了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 也没有特别去做什么运动 没有 我想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因为真的是离癌 虽然是目前台湾现阶段 可是第一大死因 那这是很重的比例 但是可能也很多观众朋友觉得 与其最后发现了癌症再来处理呢 有没有什么防癌之道 现在是这样 因为你什么东西要预防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那对癌症讲起来 也有的知道很多原因 但是有的都不知道原因 所以你在不知道原因的时候 要预防是比较难 所以就是要我们叫保持你 是很健康 那这个的话就比一般讲起来 我们现在尽量就是推动 就是能够怎么能够早期能够发现 那早期来看你有没有这个危机的话 就比较好 所以其实真的要预防也很难 因为有的很可能是外在因素 有的很可能是遗传因素 就是自己的体制 其实对 其实遗传因素是不高 大概我们普通真的遗传来的 大概五个person 不会超过十个person 所以讲起来 我们都 而且你遗传的话 常常年纪很小就发生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多 好观众朋友您很好奇 彭汪医师呢 其实彭汪医师是毕业于台湾的台大医学院医学系 我刚才讲到她是第一位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 其实这里面就藏了好多故事 因为早期的医学系的学生可能男生居多 女生很少 这个女生要再当外科医师 那就更不太 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我先请教彭汪医师 好像说您立志当医生 是因为家里弟弟当年是感染了肺炎 所以你引发你觉得说你也想要从医 知道怎么样对抗病情 对 其实我想最大原因是我弟弟 因为他那时候他有弃传病 后来感染变成肺炎的时候 那医生那时候已经有Penicillin出来 他并没有尽力来 所以我一直对这件事就很遗憾 那另外的话也是因为我祖父 以前中医的话 你是要回念书 古书里面就很多告知 你怎么知道 所以他呢 在他自己做老板 那就很多时候 他就跟他的伙计生病都跑来看他 那他又给中药等等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这个不是单单跟人跟人中间感情都很好 而且我觉得他多少也是救了好多人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来做医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考试了 您是先念当时叫北二女中山女高 然后考台大医科就单独考这个学院 那个时候 其实大学生要进大学很辛苦 为什么 他就一天考 所有的学校都是一天 所以你不管选哪个 考不上就完了 所以要选对 因为只能考一个学校 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老早就知道 五二年一 所以那时候其实 医学院也没有 一个是国防医学院 一个是我们台大医学院 所以没有多少可以选来选去 那考上班上 男女的比例怎么样 我们那一般是很惊讶 结果我们应该是七十个 不算乔生 那七十个 结果我们班上 六十个是男生 十个是女生 十个里面 一个是本身的 九个都是外面来 台湾的就很少 当时很少 对 女性也少 然后台籍女性更少 不过我想一般女性 您也知道大部分就是说 很容易选是内科 一般大家对女性的期望 您会选外科是什么应有 您不怕见血啊 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有选择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这个人 虽然是女性 但是我喜欢什么是干干脆脆 你炒就能炒 不好就不好 能做就做不好就不错 那外科我一直觉得 你来看我 这样都是东西 你哪里不对了 那开刀 你能够开刀 就安全无事 不能开刀就不行 那不像内科 内科什么逃鸟病 高血压 你每个月都要看他 他一直一直整理不停 所以我说我喜欢干脆 一来你很痠 很痠 等到治疗好回去 都高高兴的每次 所以继续 我喜欢外科 你选择外科这个过程 家里的意见怎么样 我爸爸一直觉得笑我 你算了吧 连我碗都拿不稳 还要做外科 他最怕 他说你记得 你不能留的东西在肚子里 我告诉他你不用管 我们的腹师小学很凶 他会一看 你连个纱布也不会给你留 好奇的是 在当台大医院的这个医生 在当年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 那你也当了外科 可是你住院医师没有完成受训 你就有本事考到美国去当医生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你就离开了到美国 美国去当医师是这样的 你先就是说也是朋友介绍 看哪个医院需要你 但是你一定要考过他们 那在我那个时候 我们今天有叫ECFM去考试 那你要考过你才能过 那我想我们台大的医生 去考这个还不是问题 真是很不容易 都是外文考试 那你做这个决定 好像听说在台大医院里面 就是造成这外科圈子里面的震撼 是这样的 我在我为什么会 其实我在台大做外科 做了一年 叫Fix Inter 就是说我那时候小医生不动 就在外科 那后来我一看不对 因为我们班上 我们外科进去有五个进了外科 但是它是像我们叫宝踏型的Pyramid 你今年五个 明年去去掉两岸 再扣年再去掉两岸 到后来到总治愿医师 我们这留了一个 我想不得了 要说我在的话 第一第二年 可能说不定第三年是我的了 那对他们也不太不太费 那正巧我一个朋友 他在美国的一个医院 就是在巴士顿 那是女 主任的什么东西 女医师多 那我一听话还不错 我有这个机会 那我就出去就把我位置可以 他们就不用担心 我抢他们第二年的位置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 我就早早就出去 我觉得这样不容易 就是因为怕别人可能抢不到位置 所以你就出国 这好大的牺牲 也还生起来有机会 一个女孩子 再怎么说医生 是医生 但您还是一位女性 年轻女性 二十几岁年轻女性 到国外不慌张 也会不会觉得不适应 你不要这样不怀 咱们第一天我早在巴士顿是4月1号 还是下雪 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那么冷过 到那边因为飞机 我们从台湾飞到那边 我飞了两天三夜到那边 所以到那边早晨大概三四点钟 那到一大医院的话 当然他们就把我们放到宿舍去 让我们睡觉 假如明天见 我们在睡 还没到七点 电话就来了 也可以来报到 我起来了以后 我另外一个同学跟我一起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哭 想想怎么那么可怜 冻得半死 不要讲 又累得半死 一大早就来叫我们出去 所以其实也蛮觉得好辛苦 你到美国是担任 刚开始就担任住院医师 跟台湾一样 做没有 一到美国我们是做英诚 英诚 实习医师 实习医师 做一年以后才可以 做住院医师 但是因为我们是外科 我已经做过 固定做过 所以我去那边 我做英诚 讲师讲做英诚 但是事情还是做 等于他们的 住院的工作 后来也做到了住院医师 后来做到 主习医师 我才离开 我看您这样子 所有念书的生涯 一路过五观展六将 一路过关展将 好像都难不倒你 你也说了 这是难不倒您 可是到了美国 当了住院医师 也当了总医师之后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考过 外科医师执照呢 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考过 他不给你考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给你考 因为他不需要外科医生 他那时候需要病理科医生 需要麻醉科医师 所以我要是不做外科 我去考这两就可以 那这两个都不是我要的 所以就没有去考 没有办法考 外科医师执照之后 你担任是什么工作呢 我本来要去做外科 再去做外科医生 就去了那个医院 以后他一听我要结婚 马上就不要我 本来都要跟他签合同 马上就不给我签来 他说那他对不起来 我们不能嗨呀你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做 那个种族医院医师外科 那人跟我讲你怎么行 我们一天要排十几个病人 因为种族医院医师 要管所有的 哪一个开刀人不过 你就要去代替 要帮忙了 所以他就没有给我 没有给我 那我运气很好 有个朋友 新生朋友 把我接受到国家卫生院 你提到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其实这是不容易的 这是美国国家的官方机构 到国家卫生院 去美国国家卫生院 是做Fellow 因为Fellow是肿瘤科的 肿瘤科的Fellow 做一做 但是美国的Fellow很好 你要变成一个专家的话 一定要在研究方面 要有点成就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你在临床上看到的问题 一般的医生不会来看到问题 你看到了问题以后 你要想办法怎么来解决 所以我们的医生的话 是两年的研究 那一年是看病毒病院 还一年都要进来 进试验室做 就是在美国国家卫生院 美国国家卫生院我想对即使美国人来讲 应该也不是很容易进去 那您又是来自台湾 又是女性 在当时连里面的女性也很少 我想我大概运气还不错 而且我真巧到了那个医生 interview我的那个医生 很欣赏我 要不然真的是不容易 我把那些照片把它放在我办公室里面 就是这么多男的 就是我一个女的坐那边 因为我到那边去告诉我的医生 那个主人叫Dr. Fry Dr. Fry是内科医生 Oncology医生 他跟我讲你要做什么 就告诉他 我说我要做就是看肿瘤细胞的软实体 有没有改变 他一听没有听到过 所以我想糟糕了 没有听到过 可能他就跟我讲 我会take那个机会 OK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 那其实我那时候 我觉得 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勇气 告诉他 我为什么这样讲了一大堆 他马上就说那你去来上班 我觉得好多事都安排得好好的 那时候我真的是等于没有路可以走 能够一下一条路又给我开了走 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染色体 那你现在是不是解决了 因为这个也是您在美国NIH研究的贡献之一 就是说这个染色体异常跟癌症之间的关联性 你可不可以减速一下 我在想 黑染色体的改变能够把一个人印象 智慧通通都不要 那我说这肿瘤会不会也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他讲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把握 从来都没有做过 所以我就跟他讲要想做 那后来你最后研究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出来是染色体的 很多肿瘤是因为染色体改变 因为染色体上都是基因嘛 所以最主要的现在 我们你问我 癌症怎么 是癌症的话都是因为基因的改变 好 这样我比较清楚 我想其实您到美国其实才几年 到1971年的时候 就得到了美国公务员很重要的一个奖 就是亚瑟弗莱明奖 对 亚瑟弗莱明奖 对 得奖的原因是 亚瑟弗莱明是这样的 他们给公务人员 不管是administrate 就是做行政的 还是做研究的 你有出种 就因为他有多少万的固员在那里 那每年的话 我会选大概是十位 十位 我们有蛮大的奖状 还有总统之间 当时的总统是谁啊 尼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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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森就这间 我就跟我讲 你来我这边做科技 这个 你明白 我想了半天 我跟他让我回去想 我想不要做 因为做这个 你今天做过几天 谁知道哪个总统 等下我又聊一天 等一个天是四年 那四年完了 我已经事情就很多都是backload 就不行 其实事实上也因为你在NIH 所以台湾你也帮忙台湾做了一些跟美国医疗方面的连结 好像很多人想 因为我在NIH的时候 我是有内科医生 所以我们也帮他们看病人 就是cancer病 有人听到 那时候1960年到1980年这两二十年里面 差不多药都是在美国国家卫生医院癌症中心 试验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1980年代之前 这一段美国跟台湾在研究 以及在处理癌症上面 我想差很大 差了差不多20年 差了20年 差不多20年 所以很多病人听见我在那边他们就又过来 那时候国家也有钱 他不在乎 我讲有个病人要过来就过来 后过了几年 大家觉得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他吃不下来 所以就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台湾也送过好几个病人 要不要偷偷讲你送过谁到美国去看病成功 好几个 我现在也记不住他们 但是还有也有几个也是要重要人物 也有来过 这个治疗号回去 您是在1984年当选 我们台湾的中研院院士 那八千年我还在那边 我回到台湾是1994年 但没有马上回来 没有 那时候我选上了院士以后 我觉得其实我亏欠台湾很多 在台大都是国家培养 对不对 我说我就亏欠很多 一直想要做点事 那有了院士以后 我觉得这是给我个机会 那时候很多外界院士 生物组的都在牛院 我每个月都有开会 那时候中研研究院分针所 生医所就这样开始了 所以我就join以后 所以你是1994年才真的回来 那在这之前你就是来来去去 1987我就开始来来去去 也协助台湾 而且我听说您是用一种方法 就是把美国重量级的研究癌症的大师 请到台湾来 对 所以他一次可以分开来 分别训练培训比较多的人 而不是说我们送好多人到美国去 对 就选上院子以后 我就告他们台湾的 这个研究局们太差 而且就是说要了什么也是很差 那我说我们应该来做点事 那大家都很商量 我把人送来啊 还是我们请人回去 就商量弄半天 用人把人家到美国的话 没有一个医院愿意训练一个训练 为了跟你训练 我要加两个到三个 那这个我们要一个一个训练 从台湾这样做也是很慢慢 对不对 那我最想我们大家觉得 我要是把人请回来 我们就有一个群组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一点 因为请回来有几点 我那个时候我自己 我们是台大 台大的医生们 跟这个永明总医院 山远总医院医生们 两边不太和善 所以根本就不是能够 大家合作的都是相反 所以我觉得我要来训练 他们把它放在一起 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其实讲台湾的癌症 跟国外的癌症不太一样 全世界都到NH来学 他们就回来都回去 都做了很大 因为他们是我们叫 Well-trained 有那么多 所以都变成很了不起的医生 那个年代真的不容易 你也为国家做了很多 尤其医学界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我们来讲一下 1994年你才彻底的回到台湾 你等于是在美国退休 那回到台湾来 那这个可是在退休之前 1994回到台湾之前 1992年你就毅然决然的 就到重新回到美国的医院 去当住院医师 去完成这一段训练 这个是从头做起 那时候你已经60岁了 对 又从头做住院医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在做Fellow的时候 1960到1962 你看差不多要快三四年中间 那我要回来 我的好朋友帮我训练的 那么好 我要回来 我不希望中间要断掉 那我一定要自己要进去 那我自己进去 我在那边已经大医生 我什么都不用做 吃个嘴巴而已 我觉得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看 就是update 到我回来那时候 我到底我们需要 基本上要怎么去呢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板说 我还是做事 晚上回来做 你让我白天去那边做 所以做了 那我回来我就很 confident 我就知道现在应该要怎么来训练 因为你现在小孩 对这个medical的训练 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时间在改变 而且重点都在改变 我在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DNA 你看现在你不知道DNA你就完了 所以完全一直都在改变 所以因为我回来到现在 我每天我都会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东西新的 您很了不起 我就发现您在每个不同阶段的退休 您医生已经退休过很多次了 美国先退休一次 然后您回到台湾 其实1994年 1992年算起的话 其实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 那当然您回来以后 历任过好多个地方 那么也还担任上过 癌症医学会理事长 当时你怎么样对台湾的癌症研究也好 癌症的治疗 你是怎么样去着力呢 其实我当那个癌症理事长 长的话 我是有 purpose 其实你外面来的人要做理事长 不是那么容易 一定要批评他们 那我就觉得我们台湾那么小 治疗方面尤其 应该大家都要流通 你不可能每个医院都是专家 要是有一个医生在台大 这很了不起 不能说我们病人这么多 怎么都到他们里 应该要稍微分散一下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 meeting 每年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我作为理事长 我就争取 告诉他们我要想要做 我要争取做 这件事是我的大的目的 就是把所有的训练 有癌症的训练放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 让大家都可以来 不用这个礼拜来这边 各位人就去这边 所以这个是有点 然后另外一点 我就希望大家在治疗 太多心理应该没去 不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希望大家一个group 大家一起 那就我们这个治疗水准就会提高 就不会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做了两年 其实您在国卫院一直工作到 2007年75岁退休 对 然后你又一次退休了 最后退休完以后 你应该转到医院去做 就是你就是临床医师嘛 75岁还继续行医 其实很辛苦吧 也没有这样 其实在国家卫生医院 要退休以前 我已经就是台北医学院 那时候去院长 已经来找过我 要是我在美国的话 我70岁也用不到退休 因为没有年龄的退休 所以我到时那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想到 要实在要退休 那他来跟我讲 要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帮帮忙 我觉得也是对 台湾癌症的病人 一年的话 新的病人也要快超过10万了 那你的话 在家救的病人的话 这个二三十万的病人 有过癌症的病人 你不可能 大家都到台大区吧 不可能多大使用症嘛 现在长庭医院 那所以我觉得 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很 很了不起 都住在一个地方 应该分三小 希望这个肿瘤 小孩子肿瘤能够得到一个地方 能够比较专门一点的地方 那你觉得做研究比较有趣 还是当医生比较有趣 我还是希望两个都要做 因为你做研究 你不要以为做研究都好高兴 常常都做不出来 很depress 但是你看病人的话 也是另外一件 病人很好 好高兴 病人不好当然不高兴 但是你要是觉得 他不高兴 病人不太行 我能够把问题带到哪儿来解决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要是不看这个病人 我怎么知道 他们需要什么帮忙 所以我一直希望医生的话 真的除了你不想要做研究 做医生研究 就是研究医师 让他能够真正把看病人的问题 带到哪儿来解决 当然不需要每个医生 有的医生我不喜欢做研究 那也没关系 那喜欢研究的话 把问题带回来上 是很好的 好 那么我时间最后想请教您 您自己观察台湾的医学环境 尤其是在抗癌这一部分 治疗癌症这一部分的环境 您回来也将近30年了 那看到这几十年来台湾的变化 你怎么要评估呢 变化太大了 我觉得进步很多 而且我觉得我很 proud 我们第一批出来的人 现在都是主任 都是院长 都有 真的这点都应该感谢我们的 那个时候Dr.Paul Carbone 带他们 但是我也要感谢这里所有的 支持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的所有的人 其实我们的政府 真的就卫生部 副研究都帮忙太多了 因为没有他们资助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其实讲起来 就是说你能够到今天 我可以很 proud地告诉大家 很多要是可能的话 我们有开放 很多人会愿意来台湾治疗 癌症 因为我们好几位都是很著名 像肺癌的话 有好几个专家 都是在我们这边 大肠癌 都有肝癌 所以很多都愿意回来 所以我很 proud 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今天 好 非常谢谢彭旺医师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也觉得很高兴 大家 应该 大家都 proud 我们台湾现在 现在等癌症的话 真的 我们的治疗 绝对不会 比比对方 这个过 没有急不急 非常谢谢彭旺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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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